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事件 我是BOSS 最近国内经济新闻被一组庞大的数据刷屏了 1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方案 有朋友和我说 这简直是中国经济的大动作啊 没错 今天咱们就来深挖一下 这个看似解救地方债务的12万亿组合拳背后 究竟藏着怎样的经济危机和政府治理难题 你们知道的 我BOSS最喜欢的就是从中国这些数字游戏当中找问题 啥意思呢 因为每次看似很牛的经济政策 其实背后都是一堆烂摊子 不说别的 就看这个12万亿元化债的政策 显然这个组合权的推出 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但实际上 背后隐藏的问题 比我们看到的更加复杂和深刻 那么 今天就让我们一层层的剖析这次化债的深意 以及它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影响 咱们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 为什么中国经济要搞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化债方案 截至2023年底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达到了14.3万亿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举债 未被纳入国家法律框架下的正式债务账目 这一部分被称为隐性债务 简单来说 这些债务就像水面下的冰山 一遇到经济下行 土地市场为民 地方政府就发现 自己无法承受这笔天量的债务压力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12万亿元的具体内容 6万亿债务限额增加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4万亿则通过新增专项债分5年消化 而2万亿棚户区改造债务 则留给未来慢慢还 看起来 这是官方努力消除隐性债务的强硬措施 显得相当积极 有利 但问题来了 这背后真正暴露了中国经济的两个重大问题 一地方政府财政危机 税收不足 债务超标 二土地财政的终局困境 用一句话 总结就是 地方财政已经穷得叮当响 传统依靠卖地来还债的路径走不通了 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依靠债务维持运转 咱们不妨再深挖点数据 2024年前十个月 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了接近45% 这个数据基本等于掐住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脉 房地产市场的维米不振 房价一路下滑 购房需求暴跌 地价也因此一落千丈 这对一直靠卖地维持高额财政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 等于釜底抽薪 而地方债务则继续高攀不止 可以说债务雪崩 直逼崩盘的临界点 隐性债务的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年 在于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转逻辑 这背后 既有地方政府的置物 基建等政绩需求 也有上级政府考核体系的压力 在GDP增长和大规模投资的诱惑下 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大力举债来刺激经济 这几乎成了GDP至上的追求 你不信的话 可以看看很多三四线的小城市 一个个还在修超大超豪华的市政项目 而这些工程一开工 钱从哪来 自然就是从各种银行贷款 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来支持 比如前几年有段时间 地方融资平台肆意发债 向贵州避洁 云南红河州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 债务水平一度飙升 突破警戒线 地方债务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不断膨胀 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等到资金链断裂 爆雷的隐患就无处不在 2024年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最新数据显示 光在融资债券就发行了1.45万亿元 占2024年额度的73%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地方政府今年以来 大部分精力都在忙着用新的债券来偿还旧债 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发展新经济 或者做实质性的经济转型 好 咱们再回头看这次政府推出的12万亿元化债方案 这次方案最亮眼的地方 政府通过把隐性债务 转成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 试图通过在融资手段 来降低地方政府短期的债务压力 听起来一拍即合 既能减轻地方的财务负担 还能在账面上看起来更加透明 但这解决的只是眼前的头疼问题 并没有解决长期的根本问题 我们拿最近的几个发债省市来说 比如湖北 辽宁 他们发的这些债务期限拉得很长 且利率较低 没错 这种安排短期内 是能缓解地方财力紧张的问题 但未来呢 五年之后呢 这些债务的利息谁来还 经济不增长 土地不升值 这些债务注定变成更沉重的负担 通过发债来对付另一笔债务 颇有几分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 到头来可能只会让地方政府 陷入更深的债务陷阱 再说 这种通过政府债务显性化的手法 虽然在账面上把隐形债务阴影摘掉了 但风险并没有真正消散 大家别忘了 这次新增的专项债 未来还得继续发行四年 每年八千亿元 未来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 可能会进一步突破历史高位 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政府兜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更何况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乐观 国企利润下滑 税收下降 这些外部变量都在挤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如果未来遇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情况 地方财政即便从组合权中解放出来了 但面对的外部压力将更加沉重 咱们接着聊 为什么中国政府频频出台这种 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中国的地方政府 一方面需要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又要应对地方官员的KPI考核 在这种体制下 投资热情与债务压力叠加 形成了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无法靠自己产生足够的造血功能 只好通过借贷来推动投资 但我们清楚 很多地方没有强劲的经济基础支撑 大量基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下 短时间内无法产生有效经济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依赖新一轮的债务举债来覆盖老债务 像东北的辽宁 黑龙江 他们基建项目投入了大量债务资金 却始终未能展现经济效益 这些债务不仅压垮地方财政 而且加剧整个区域经济的疲软 新的债务无力偿还 只能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 和各类化债手段来维持运转 不得不谈的 还有中央政府的负担问题 虽然中国政府债务总量 相较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并不算特别高 但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 地方债务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随着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债务 由隐性转为显性 债务风险逐渐向中央政府转移 这也意味着随着地方债务问题的逐步暴露 中央政府日后不得不介入更多 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4年中国的政府负债率为67.5% 这虽然低于G7国家的平均政府负债率 123.4% 但是这一数字已经处于历史高位 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以来 对赤字的谨慎处理 未来中央政府财政的举债空间 其实并不大 如果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能显著复苏 地方债务的雪球还将继续滚大 最终的责任很可能会转移到中央政府身上 这也意味着 未来财政对经济调控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约束 特别是在国际环境越发不确定的背景下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工具 今年预算赤字已经达到4.06万亿元 历史新高 同时1万亿元长期特别国债也已经全部发行完毕 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仍然显著增加 而中央政府可用于稳定经济的财力却在逐步耗尽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给中央政府的财政 带来巨大的不可预计的压力 地方融资平台 这个一直都被视为地方债务的重要载体的庞然大物 是中国经济里潜藏的一个巨大的新号新号 隐性债务黑洞新号新号 水面下资深的影子银行系统 融资平台都可以挤压出巨大的债务杠杆风险 加上地方政府依赖的主要收入来源 土地出让金快速下降 这使得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恶化 数据显示2023年土地出让收入实际同比降幅达到了45% 为了补贴财政赤字 地方政府纷纷依赖融资平台 来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的债务 这非常像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前的状态 地方融资平台大部分债务隐性存在 不透明 难以监管 且他们的资金大多用于不创收低效率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类隐性债务与公共部门无法偿付的险性债务叠加起来 形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虽然中央政府正在试图将这些隐性债务显性化 把不透明的部分纳入监管 但这些举措实际上只是延缓了债务膨胀 而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你们肯定想问 债务不见少怎么行得通 其实 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比表面上更复杂 因为他们承担了大量无法盈利的公共项目 而这些项目虽然有助于城市现代化 却不足以带来足够的财政回报 但地方政府继续通过融资平台 获取大规模资金 最终导致的是债务爆雷的风险越来越高 眼下这套12万亿化债组合权 看起来是在缓和燃眉之急 但只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 地方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内 通过债务置换缓解当期压力 减少利息支出 然而 此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淤积的问题 只是将债务进一步推向未来 换句话说 债务得到了斩期 但经济压力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更何况 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宽松 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节制增加债务 即使现在中国的负债率按比例看相对较低 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匹配能力不足 虽然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支持了有效资产 比如交通 水利等基建项目 但全国范围来看 许多低效的债务仍处于无收益状况 未来 财政政策的松绑空间越来越小 一旦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超出财政能承受的范围 金融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向中央集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曾对中国的债务问题进行过预警 认为中国应把地方政府融资 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 纳入正式的债务监控管理中 避免债务进一步恶化 如今 通过这次12万亿元的处理手段 虽然稍稍挽回了地方政府的体面 但长期债务积压的风险没有得到根本化解 这次推出12万亿的化债方案 其更深层次的政策目标 实际上是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 通过财政紧缩与债务再融资的手段 地方政府不得不腾出预算空间 将更多经费用于高质量发展 而不是一位依赖传统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 甚至可以说 中央政府此举是为了倒逼地方进行转型 依赖财政拯救经济的旧模式已经到了尽头 但问题是 地方政府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当前中国的经济放缓 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裁员 因此 许多地方政府难以承受再去杠杆和清理债务方面的实质性改革 地方经济的长期低迷态势 让地方政府拆东墙补西墙的需求更加迫切 延续了起飞期靠基建和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 这就导致了经济转型图景下的矛盾 一方面要规模化解隐性债务 另一方面地方在转型中的投资能力受限 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偏远地区靠着大规模工业投资勉强维持发展 但这些投资不仅回报率低 而且所需的融资很多都是高利率债务 一旦无法继续更新债务 或者融资条件恶化 这些地方政府基本上会陷入财政瘫痪 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负增长带来的财政恶化 都会触及许多地方难以支撑的底线 这反映出 转型是在没有任何缓冲的情况下 被动进行的成果未知 风险偏高 因此 这种花债举措能否真正推动地方政府 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进一步追问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能否通过这次12万亿组合拳解决呢 未来的答案可能仍然不乐观 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复杂的演化过程 依赖土地财政 持续高举大基建项目 通过过度融资刺激一时的增长 这些政策使得地方政府 现在早已陷入了债务困境 基建项目繁多 但是盈利能力极差 财政收入依赖的土地销售已经衰退甚至消失 未来债务雪球注定越滚越大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中国财政紧缩对地方政府的限制越来越严苛 但顽固的债务问题没有解决 再加上土地市场崩盘 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对地方政府极为致命 地方债务问题是制度性问题 不是短期策略所能解决 12万亿这幅组合拳虽然是缓兵之计 但中国地方债务的根本问题 地方经济无法脱离投资驱动 财政收入匮乏 债务治理能力薄弱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解决 因此 未来的五年内不排除中央政府 还会推出更多类似的再融资政策 延续对地方政府的输血政策 毫无疑问 地方债务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之一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 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极有可能波及更广 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可避免地触及中国经济的根基 中国地方债务的高发攀升 让我们看到了这艘经济巨轮持续顶峰破浪的难度 12万亿元的化债组合权 虽然暂时安抚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但面对未来更严峻的外部环境 房地产的不景气 内需的长期不足 这样的财政政策 无非是将经济风险不断推向后沿 一旦全球市场再度风起云涌 地方债务危机很可能成为引发一场全局性经济动荡的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能否在转型过程中最终脱离这样的恶性循环 能否从持续投资拉动模式中真正解脱出来 这不仅考验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智慧 也在接受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严苛考验 而12万亿的债务重组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局势发展仍然不容乐观 说到这里大家对1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方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我是BOSS下期节目再见